5月26日 湖北黄石上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数百名工人集体罢工 抗议公司拖欠工资和社保 据工人称 公司已三个月未发工资 社保也有近一年未缴纳 面对工人的诉求 身在国外的公司老板表示 没钱可以向公司借 写借支单之后 公司可以借给工人每个月工资的一半 公开资料显示 黄石上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6月 位于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街道 法定代表人李小华 主要经营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 集成电路制造等 会议莥集成电路芯片及底 节目 主要经营集成电路芯片及6月 背负金山街道 务 elector下iset